好的 十福观众朋友早安 我们赶快去出来关心是强台玛丽亚的最新动态 首先呢 就在刚刚8点40分的时候 气象局最新的一报 有哪些重点 我们赶快为您整理出来 首先事实上在稍早一点的时候 我们有特别强调在台湾跟玛丽亚中间的海面上 现在的环境来说 整个海温的条件是比较差的 加上垂直风气有比较大的影响 也因此呢 玛丽亚在最靠近台湾的时间 有可能会减弱为是中台的上限 以及强台的下限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情形 不过呢 我们特别要来强调 为什么刚刚8点40分有哪些的新的提醒呢 首先是因为这一颗它是比较类似西北台的路径来先进 之前我们就特别提醒了西北风灌下来的影响 对淡水的出海口的影响就会比较剧烈一些 而刚刚又特别强调了明天又适风是大潮 也因此呢 包含了整个北台湾的沿海空旷地区 以及沿海的低洼地区 就要特别小心有可能会出现海水豆冠 以及暴潮的情况出现 以及呢 在沿海地区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的家是属于比较低洼的情形 也要特别注意防水跟防这个 以免会有淹水的情形会出现了 除此之外呢 就在刚刚我们也新增了 包含了这路上紧接范围 除了有彰化以北以及花莲以北以外呢 还新增了有马祖进来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就是因为玛丽亚她虽然行进的速度很快 同时所带进的风力 风势上面感受也特别特别的强烈 尤其在马祖地区 以及基隆北海岸 这最大的阵风有机会会来到了13到14甚至16这样的状态 也因此特别要注意还是在风势上面的感受会比较明显一些 那在雨量部分呢 事实上在北台湾的山区 就有机会会冲到了200到424小时的雨量 特别要注意是200到400毫米 那另外呢 其他地区也是通通都达到的是好雨的等级 也都是要注意雨室 那什么时候暴风圈会触路呢 最有可能落的时间点 还是会是在傍晚的时间 不过呢 现在外面看起来已经一些一些的间歇性教雨出现了 事实上从今天午后之后感受就会更明显 整体来说雨会有间歇性 风势也来得更强一些 在傍晚暴风圈触路之后 到了入夜 到了明天清晨之间 这段时间就会是整体玛利亚影响最剧烈的时刻 因此特别要提醒观众朋友 这几个时间点可要特别注意了 包含还有地区的部分 我们再整理一次 整个彰化以北 花莲以北 包含还有马祖地区 就要小心风势跟雨势感受上会很明显 另外呢 入夜之后 到了明天清晨这段时间 就会是玛利亚肆虐最明显的时间点了 也因此呢 特别要提醒观众朋友 除了这雨势的部分 感受或许没有风势强烈 但是沿海堤挖地区 都害羞注意可能会有淹水的情形 也请你持续锁定中天新闻的起床时间